中国官方统计 中国有10万名的儿童有自闭症 但是非官方的统计显示 人数可能在100万到200万之间 为了表演多年来 对教育自闭儿童 做出贡献的一间中国民间机构 加拿大宋庆龄儿童基金会 今晚将会颁奖给机构的创办人 田惠平 后来看记者顾全的报道 来自北京的田惠平不会言 当初在得知儿子患有自闭症 感到非常绝望 甚至想结束自己和儿子的生命 但是孩子天之无邪的笑脸 让他感到身为母亲的责任 其实内心你是很想为孩子做些什么 只是所有的绝望都来源于 你不知道怎么办 80年代 在中国还找不到任何 可以教育自闭儿童的教育资源 一次偶尔的机会 田惠平发现了一本台湾印制的小册子 教导如何教育自闭儿童 让他如获至宝 在按照书本教导儿子的同时 更谋生了帮助其他不幸儿童的念头 医生就说 说你收不完全国有40万呢 这句话很有意思 所以我后来就特别永远就记住了 我当时我这么跟他说的 我说刘大夫 如果你跟我说全国只有40个 我也不想这事了 但是你既然你跟我说有40万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应该去试试 虽然最初办学的场地 因资金不足很快关闭 但是孩子们取得的进步 让田惠平看到了希望 而更多慕名而来的父母 也让他感到继续办学的必要性 素使他93年成立 星星与教育研究所 这所中国最早对自闭儿童试教的学校 16年过去了 如今研究所及其外展服务 每天帮助3000多名自闭儿童 家长在这11个星期里边 他就是要我们给孩子做测试 做测试完以后 根据每个孩子要出现 他不同的孩子的训练计划 然后去培训家长 怎么样用ABA的方法 来执行这个训练计划 去年5月 研究所首次获得 加拿大宋庆领儿童基金会资助 而田惠平更应对弱势儿童的贡献 今晚荣获基金会颁发奖状 Omni News记者顾全报道 Omni News记者顾全报道